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边咱们已经完成了网文件写的方式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网文件写的方式跟系统默认的没什么区别 对吧 没有必要咱们做 现在咱们来一个关键点 什么呢 将这个绘画信息不用文件的方式存储 在服务器的用数据库去存储 听说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管理数据库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 管理这个用登录用户的信息 对不对 那有很多方面的地方做 比如说 现在我想让你知道 在线人数 对吧 比较准的在线人数怎么做 如果大家现在了解三成的会发机制了 对不对 像如果用文件的方式处理的时候 有多少个三成文件 是不是多少个用户正在在线啊 对不对 那用户这个文件销毁了 这个用户就下线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统计在线人数个数 你只要统计这个文件还是有多少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但是我还想用 什么在线的人的人的名字 对吧 那你如果每个文件都打开 从里边获取这个用名了 比较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数据库记录是很容易去找到的 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的 那么看一下 在这都需要存储哪些信息在数据库里边 我们就需要分析一下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键表把它完成 来 我们得做一个 塞神 第二四头的一个文件 存储我们的数据库结构的 首先呢 我们分析一下 需要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想存取某个人的绘画ID 比如说原来的塞神信息 哦 这里没有了 那我访问一下 比如说 重新登录 我过去一下塞神信息 妹子 登录这是原来用到的塞神信息 是不是一个 对 那通过这在文件上能记录几个东西 对不对 记录几点 咱们都需要记录到数据库的 文件名 文件名是不是跟塞神明是有关系的 对吧 所以这是三十二位的条路 对不对 那看一下 咱们的数据库里面 是不是得存在塞神ID 这样的话 才知道哪个用户用的是哪个塞神 这条记录 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一定要记住 对 你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所以塞神ID的数据库 是不是一定要记录 记录 所以第一个要记录什么 塞神ID 这样才能区分是哪条用户的记录 然后能做到一条记录是一个用户的信息 就可以了 然后 还有什么 咱们每次你看啊 先在这里边 属性 更新时间是不是9点40分27秒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时间 什么 是不是41分26秒了 对不对 修改时间数变化了 那修改时间变化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边 必须得记录一个什么 第二个 修改时间 为什么在数据库里边 一定要记录一个修改时间呢 因为你不记录修改时间的话 咱们就没有办法判断 哪个绘画是过期的 对吧 这样的话 咱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拉击回收的时候 该收哪条记录 你如果让它不回收的话 塞神的记录有可能有很多 是不是这样 所以咱们一定要做到什么 一定要做到 要存修改时间 对吧 再有一个必存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存塞神的数据 也就是用文件存的话 文件中的内容 对吧 当然不是说塞神存几个 你做几个字段 没有的必要 整体是一个值的 所以我们这话 要做什么存塞神数据的 塞神数据的一个字段 对不对 那还需要什么字段呢 这三个字段是必须的 其他的字段 你都是根据你的功能考虑去加的 比如说 你想存什么呢 假如我想知道 在线用户的用户名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存取三十的时候 就把什么绘画里边用户名拿出来 存这至少里边字段呢 对不对 比如第四个字段 用户名 虽然三人数据里边存用户名 对不对 但是你从这里边 结局是比较麻烦 对对吧 那我们可以从三人数据里边 弄到存到这里边 这样的话 我想知道 有谁在线 我是不是一便利这个表 把用户名取出来 我就知道谁在线了 对吧 当然这个你通过应用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不对 咱们今天并不需要 那再有呢 比如说 在数据库里存着 如果咱们客户的那个 假如说用户 在数据库里存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还看一下 如果他换IP了 换IP了 比如说 在办公室的IP 他把电脑拿到别的位置上 对不对 换了一个IP 对吧 那如果同样浏览器 同样的三十ID 还会找这个记录 换IP 是不是就应该换一个人 为了安全 防止别人利用这个去攻击 对不对 所以这话 换IP 咱们也得怎么的 也得让它重新下线 重新再能 是不是做到这点的 所以里边得保存客户端的 这个用户 现在访问时候的客户端的IP 对不对 IP 还有 现在的浏览器 是不是有很多种 用户如果换浏览器的话 对吧 那看这 是不是也很麻烦 对 也让它当成一个新的用户 对不对 就是切换用户 切换ID 切换浏览器 都当成新的用户才可以 对吧 这都是为了安全多考虑一些问题 咱说必须有的就是钱账 对不对 后面两个不考虑 可以 用户浏览器 用户 代理 代理那个词 A G G E NG 是这个吧 用户的代理就是浏览器 切换浏览器 这话是IP对不对 用户的IP 他挂IP的话 你30里的存的IP和他现有的IP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用户的IP 好 我们根据这一信息 我们设计是几个 对不对 这个我们自断名叫做 30 SID 简单点 修改时间 叫U Time 对吧 30的数据 我们就叫做 S DAT 对 然后IP地址 我们就叫IP 对吧 用户的IP 我叫UIP UIP 浏览器 叫做 U A G E NG 用户代理 这就自断 对不对 表面 那我们就叫什么 表面对焦 S E S L C 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建议使用 因为30数据是不是访问非常平凡 使用内存表 内存表 对吧 只要你创建表 表类型指的内存表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在内存里操作 也是很快的 但是我们后边我们还没看着呢 所以我现在做实验 就用普通表就可以了 如果你将来工作的时候 真正用的话 你创建表的时候 创建一个内存表 听懂吗 那数据会写到内存的 好 那我们写占语句 Create 创建 表 Session 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 用ID了吗 不用了吗 SID 然后呢 X 多少位啊 32位的 是不是就这样 然后 非空 对吧 确认这位 空 你可以把它做成主线 再插去 对不对 主件 主件是不是就不能重复 对不对 咱们这块有可能重复 所以咱们不做成主件 好吧 SID 然后还有一个修改时间 U Time 我用整形 Not 非空 缺省之为 空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DT Session数据 应该咱们这叫S DT 对吧 数据 数据 咱们就得用文本类型来存了 因为数据 30数据又可能很多 对不对 你用X 没X都不合适 对吧 这个整形 应该是 缺手值应该是 0 对吧 然后IP IP 咱们用一个X类型 IP地址不就是34110 34112 12加3.15个长度 对不对 对吧 IPD NOT 非空 缺手值为 空中算 然后还有用户的浏览器 对不对 使用什么浏览器 咱们叫U A G E N T 咱这话就是 浏览器这个长度 咱们只觉得 IE Modula 对吧 这话很短 对吧 但是咱们在系统里面过去的时候 它会告诉哪个公司的什么版本 什么浏览器 信息会很长 对不对 我这话就先展示用 VX 比如说 里边有200个 先假设一个 当然不同浏览器长度是不一样的 V空 确认之为 空中算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边 配意乖 index 做一个 所以 比如说 session 有可能数据很多 咱们经常按 sgid 查找 对不对 sid 把什么 sid 建成一个 所以 这样是最好的 前面它咱们就是一个ip 好吧 这几个字段 我们复制一下 把它放到数据库里边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成功 my my sick -h locohost -u root 然后-p 123456 然后分线数据结构 对不对 3D是必须有的 USE 什么的 新说 PT 这个手机后 然后粘贴一下 有问题了 看一下问题是在哪块 这块 这块 写成语写过了 用分号了 对不对 咱们应该用什么 对 用d号 然后这个位置 用d号 好 参与成功 DS 看一下 session 这个表 是不是这个结构就有了 对不对 这个结构有了 我们程序 我们也得改成 我们想要的结构 对不对 我们我数据固存 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咱先放在这 先别管它 然后我们在这个文件里边 这是原来我文件写的方式 对不对 对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份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 把原来的程序 我们改掉 对吧 现在原来什么方式 文件的方式 存储 改成 数据库的方式 对不对 数据库的方式 你还需要有 路径吗 就不需要路径 对不对 参数还需要有这个吗 对吧 这个是不是也不用了 对不对 只留这些就可以了 文件名 是不是改成 D B的方式 对吧 先把结构 咱们处理一下 然后 open这两个里边 什么没有 咱也不用 里边所有的内容 咱们都清空 因为原来写的是文件的方式 对 咱现在改成数据库的方式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话什么 这是文件就应该是 db了吧 我b是不是小写的 大写的对不对 db在线 start 然后有的人说了 我在这个里边 我在这个里边 写什么年纪数据库 对不对 咱们记者 咱们绘画控制是整个项目的配角 明白这意思吗 是整个项目配角 所以呢 连接数据库的方式 咱们不应该在这写 这样的话 你在这写 你项目里边有连接数据库的 这里面又有连接数据库 对不对 这比较麻烦呢 所以最好呢 咱们假如是用pto来完成的话 最好用一个连接好的传接来就行了 知道吗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 我们 在 假如我现在用pest的做实验 对不对 那 这有34大 我们都不用了 我只要包含怎样 在这里边 包含连接数据库的 我这里边 是不是就有连接数据库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一块 最好我得改变一下 因为这块包含它 我们得包含它 这里边 我先把它整改掉 先把地条库去 我们现在只要一个连接数据库的 看一下 这配置文件 这个里面 是不是现在有包含的配置文件 然后有连接数据库 是不是就有pdo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泰斯的文件里边 包含 对 泰斯文件里边 只要是我包含怎样 这话 英可录的 包含 conn.inc.pt 这里边是不是就能使用pdo 那个对象 对吧 然后我再包含这个三十文件 是不是就有这个类了 那我在这里边 三十文件包含 这话又包含这个三十文件 三十文件我们现在用的 是不是 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文件 那这文件里边是不是就有三十四大了 这里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pdo了 因为它包含这个文件在 是不是上面之后 在这文件里就可以收pdo了 所以我们把pdo用参数的方式 传进来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传数据库对象 那不光是pdo 那有可能还有其他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限制一下 比如买次开会 什么不要用 假如这里边就用pdo的技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话pdo pdo的类召入pdo 我们pd是可以像加尔 这么写的 这里边限制什么样的速度 什么样的类 所以这里边我们只能传pdo的对象 对不对 现在我们 在这话 包含了就有pdo对象了 在这里边就直接使用pdo 这样你传进来 是不是就是借助一项目的 连接pdo对象了 整个项目和三十是用一个 对吧 这样的方式比较好 所以有了pdo对象 但是我们得出个话 public stic都是静态的方法 对不对 导入pdo等于 就是生命由于空中想法 对不对 然后 三号导入pdo 等于传进来的pdo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pdo对象了 这里边连接 就都可以是有pdo对象了 具体的某个 哪些方法 某个方法怎么实现 那就是怎么下几课的内容 这几课 咱们就分析一下 用数据库存取 咱们采用的是pdo的技术 那存取的时候 该存取哪些内容 表结果能评解完 对不对 对 下几课就是实现 如果把三十信息 写到数据库里边 其实过程就跟原来的 数据库的操作 是一回事了 对不对 只要结果清楚就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 这期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 拜拜 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洛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